各種關係神都要拯救 各種關係神都要恢復 你就變成一個是各方面都健康的人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很大的問題是 心靈的不健康 所以會造成很多社會新聞的悲劇 或者是其實一個人他可能有憂鬱 可是你看不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耶穌的拯救其實是很全方位的 大家好我是王歡 今天我邀請到了我們團氣的好朋友黑熊 嗨我是黑熊 對黑熊其實跟我不同教會 但是因為我們在這個團氣裡面呢 就有了連結這樣 那他這次也預備了一個我覺得很棒的見證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而且黑熊跟我一樣其實也是第一代基督徒 所以其實在面對跟家人的關係當中很不容易 嗯 對所以就先來聊聊你當初剛性主的時候 你跟家人之間的關係跟磨合好了 剛性主的時候家人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去教會 你為什麼要好像一直一直每個禮拜都去耶 他就覺得你花這麼多時間很誇張 然後跟是不是還需要奉獻 還是你需要你會需要參加什麼訓練 他就覺得你整天跑教會很奇怪 嗯哼 尤其講到錢 他們就覺得你又沒賺多少錢 你還奉獻給教會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而且其實很多人在一開始信主的時候遇到第一個掙扎點就是 自己的信仰跟家裡的信仰不一樣 對而且我們家還有整個神桌 欸我們家也有耶 就會變成第一個你要面對的是 欸我開始想要不拿香 我開始想要不拜拜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你 你跟以前不一樣了 就是因為你去教會就會覺得 你好像不屬於這個家了 嗯嗯嗯嗯 所以我們之前在一些信息當中其實有提到 關於就是可不可以拿香這件事情 嗯 其實我們強調一個點是 重點是你跟家人的關係 因為你本來就是屬生子民了 因為我們已經受血嘛 所以在拿香什麼其實根本不影響我們 是 但聖經裡面為什麼講說去不拜偶像這些東西 是因為希望我們能夠分別為聖 但不代表說我們就要跟家人做切割 我們在這些所謂的民俗的習俗裡面 我們會因為愛家人 我們會盡可能的去協助家人 在他們的原本自己的信仰裡面 他們的宗教儀式裡面去幫忙 對 但是一開始剛信主的時候還沒有這個 思辨能力你懂嗎 就覺得聖經 智慧啦 對你就覺得聖經這樣寫 我好怕我不可以不可以 喔 對就會很多擔心 然後就會導致家人一開始會有點反感 覺得你幹嘛這樣幹嘛那樣 對啊 但我覺得也在從這個過程中就是慢慢學習 怎麼有智慧 因為你會去發現說 其實你不是不做這個就等於是信神 而是你也真的在這個過程中 像你剛剛講的我們人就會去幫忙 人就願意去在這個家裡面付出 因為你知道你不是為了那個偶像 或者是那個祭司的儀式 而是你因為你想要參與在這個家裡面 嗯哼 而且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喔 你說即便你不去拿香不去吃敗過的東西 也不代表你就敬畏神 因為我們在敬拜的神是你要用心靈和誠實 其實真的不是你行為上有做什麼或沒做什麼 上帝是見察人心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因為我很聖結我都沒有拿香 我都沒有怎樣我都很聽話 這樣上帝就很喜悅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的 對而且我之前有聽過你分享說 其實你反而因為信主之後 你更懂得去服侍家人 因為要服侍神嘛 在教會裡面參與一些服侍 對 你才發現說原來家人對你的一些付出 或是對這個家的付出 其實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是從聖經裡面學習到愛 我就發現原來一切原本家裡來的 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是因為以前我不會做家事 以前我可能不會煮飯 我以前也不會洗衣服洗碗 可是當我發現 這些原來都是因為家人的付出的時候 我就開始學習怎麼為家人禱告 學習怎麼一起做家事 因為我在這個家裡面 我就覺得神在教我怎麼愛家人 所以一開始雖然會因為信仰上的不同 讓家人覺得有一點隔閡的感覺 你也會覺得 這樣子是不是跟家人的關係變得不好 變疏遠了 可是反而因為信主 在信仰上面的成長 生命的成長 你更去看見怎麼去愛家人 更去為你跟家人之間的關係去做禱告 對 而且我也聽過你之前分享你跟家人的關係 你也會覺得說 沒有期待就沒有傷害啊 期待越高就傷害越高 或是說 如果我表現得不在乎 感覺就不會這麼痛 這樣的關係是 為什麼在你的家庭裡面產生 因為以前家人的關係可能會有一些言語上的暴力 或者是我們太少聊天相處 我們一講話可能就是吵架 我們一講話可能就是他會責備 或者是對於你的行為 就是批評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所以我就會太在乎 我就會覺得 好啊 我就是個匪務 或者是我就覺得 那家人都這樣看待我 我就會有一個不饒恕 跟本身來的 常常對於家人的負面反饋 可是 就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上帝的愛裡面 也有一個叫做饒恕 是因為 當我知道 不饒恕這個東西 會影響我們跟神 會影響我們跟人的關係 甚至他就像一個毒根一樣 你越想掙扎 他好像就把你越捆得越緊 所以我覺得就在這個裡面 有一次主日的時候 台上的傳導人就說 你有沒有 你覺得真的沒有辦法饒恕的人 你想要饒恕他 你願意因著耶穌 你願意把他放下去 把他寫在紙條 而且你不只是寫上去 你還要自己投到 走到主日的前面 去把那個紙條那個名字 放下 投到箱子裡面 就說好 我願意交給耶穌 這是一個儀式感 我那時候就想說 天啊 這是無法放下 我就覺得他憑什麼 他真的是覺得超級過分 我有一天可以報復他們 他們就完蛋了 可是我的 那時候的牧者就想說 他知道我有這件心事 他就想說 我就 在傳紙條的時候 我就不拿 他就想說 那我就拿個兩張 然後他就 又遞給我 特地拿給你 逃也逃不掉 我就覺得 真的很被神的話感動 我就想好 我就寫 寫完就邊寫邊哭 然後就想說 好上帝我真的 只不過寫個名字 上帝我真的要放下這個人 我就交給你囉 我就寫好遮起來 然後就 就 我覺得連走出去 投下去都是需要一個勇氣跟信心 就覺得 好我真的要放下 可是很特別的是 我覺得真的在那一次以後 我就放下了 我就發現 這件事情跟這個情緒沒有辦法再 控制我 而且每當我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去同理對方的想法 我就不再覺得只有自己對 因為其實 一件事情不可能只有對方錯 你一定也有問題 我就開始會去思想跟調整 真的是個很神奇的一刻耶 因為 剛剛大家如果用想像的 只不過寫一張紙而已 一個名字 然後走到前面丟下去而已 就跟投票一樣 就什麼好怎麼樣的 但是如果你是那個當事人 你會發現那個很沉重耶 就是 那是個你心裡真的願意 不是一個做表面的 我就寫我就交 那是一個你心裡真的決定 所以我要把它交給神 我要把這件事情放下 這就跟要跟前任分手 你要放下前任一樣困難好嗎 這沒有這麼簡單的 對 但是我覺得交通給神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你會發現你其實也沒幹嘛 坐在真的其實也真的沒幹嘛 就是寫個名字啊 對 可是重點是你願意的心 你願意把這一切交在神手上 上帝就幫你把剩下的事情解決 嗯 而且在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在走一個恢復 因為其實當我覺得 那時候覺得我有不饒恕 或者是我對家人 越在意就越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 那我都不要有感覺好了 所以我有一陣子就是對家人 任何的行為都沒有感覺 可是當我做了這個行為 我就開始恢復跟家人的愛 恢復跟上帝的愛 就是那個互動變成是暢通的 你不會覺得卡卡的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愛的反義詞是恨 但是其實愛的反義詞是冷漠 大家常常都會以為說我沒有恨啊 這樣就是有愛 其實不是喔 其實很多時候冷漠就是沒有愛的表現 真的 對所以這東西其實是我們在信仰當中很去看重的 為什麼基督徒都很熱心 雖然有時候表現有點過於熱心啊 就是那個 會嚇一跳 對會讓你嚇一跳 就是我們都還在學習齁 大家包容一下就是 可愛的基督徒們 就是有點衝勁的部分 那我剛剛有聽到一個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是 你開始去放下這件事情之後 也開始去恢復了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前面提到說 在愛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課是饒恕嘛 很多人都以為愛就是去做很多正向的東西 很多去付出的東西 但是其實饒恕是我們最容易忽略跟最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學習在愛裡面去饒恕 真的很需要依靠神 嗯 這真的不是說 在家裡每次說 我原諒你 我原諒這個人 我原諒你 我原諒這個人 我原諒了 我原諒了 你這樣講一百字其實也沒有用 就是喊口號而已 對 真的會變成一種喊口號 就是你願意相信神的時候 你願意讓神的愛來改變這一切的時候 才會有轉機 而且我覺得學會饒恕這件事情 真的是算我們信仰蠻核心的一件事 就好像耶穌那時候被賣 被猶大賣了 然後被釘上十字架 他在十字架上最後禱告 跟神禱告是說 父啊 求你原諒他們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其實這就是很大很大的愛 已經不是個我願意為你死 是我願意為你死即便你背叛我 我仍然願意 我仍然愛你 這真的是一個大愛耶 對 我每次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都覺得很想哭 尤其是 其實大家如果看過受難記啊 他拍攝的時候他得過很多獎嘛 他就是用很多對比去呈現這一幕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畫面是 耶穌在走那個十字架苦路的時候 就是背著十字架要走到那個 哥哥他苦落地的時候 被人家吐口水 對對對 然後他那時候 旁邊很多人就是在丟他石頭幹嘛的嘛 但是他對比的畫面就是 當初他騎著驢子 進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大家都歡迎他 對 大家拿種旅業在那邊歡迎他 然後就是很像很君王式的在歡迎他 結果同樣的一群人現在就是這樣子對待他 要釘他十字架 對 所以我覺得那一幕對我而言是真的 哇很震撼很震撼的一段過程 其實就像剛剛黑熊分享到 他其實饒恕這個人 是一瞬間就發生的事情 對 其實很不容易 而且你有一次成功的今天 就可以有更多複製的機會 嗯 我就不會再因為 會這種自己情緒化的反應 就是讓不饒恕在控制我 對 而且就是個得自由啊 很多人以為 我不饒恕他是這個人衰 可是是讓你不饒恕 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禁錮你自己 因為別人也不在意啊 對 受讚那個人真的不在意耶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在不饒恕他喔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卡住而已啊 嗯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越讀聖經你會越發現 很多東西一開始你看表面可能不懂 但是當你的生命 你遭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再去來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你覺得很有感覺 會知道上帝在對你說話 真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讀聖經不是說 有啊 我讀過一遍了 這不是在讀一本什麼小說 ok 是你有沒有真的經歷這個聖經吧 因為當你知道神就是愛啊 你念個十次 你可能也不一定真的知道 欸 什麼是愛啊 對 真的 因為你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你以前過往的各種關係 不一定能真的教你什麼是愛 有時候你就會把愛建立在 剛剛你講的付出感覺 跟各種你覺得的樣子 或者是別人說 小說裡面刻畫出來的愛是怎樣的 對 所以其實回到愛這個東西 我們都需要去練習 怎麼樣去看重我們跟人 跟神甚至跟自己的關係 沒錯 當我們今天很過分的看重我們跟人的關係 欸 很多時候我們就忘了自己 會把自己都給出去 對 或者是我們甚至可能會忘了神 我們可能為了要去討人的喜悅 就把上帝放在很後面 所以這個優先次序也是相對重要的 嗯 因為耶穌來就是要讓我們 與神和好嘛 我們藉由因為與神和好 經歷了神的愛 我們才能夠明白怎麼樣透過神的愛 把這樣子的愛活在 我們跟我們有關係的人生命當中 或者甚至我們自己的生命 嗯 所以有一句歌詞就說 我們其實是一個愛的器皿 就是其實當我們生命有耶穌的愛 其實我們就可以分享神的愛 因為當我們只有自己的愛 我們就會越消耗越沒有 好像我們那個愛就會從10%就慢慢變1 可是因為神才是我們愛的供應商 你就有源源不絕的愛 而且就回到剛剛的饒恕 其實愛是愛的其中一個元素叫做饒恕 因為當我們選擇饒恕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不能再捆綁你 那些東西就不能再控制你 你就可以跟神是恢復的 你就知道原來各種關係神都要拯救 各種關係神都要恢復 你就變成一個是各方面都健康的人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很大的問題是 心靈的不健康 所以會造成很多社會新聞的悲劇 或者是其實一個人他可能有憂鬱 可是你看不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耶穌的拯救其實是很全方位的 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個主詞是耶穌的拯救 我們今天並不是說把聖經當精靈 那個心靈雞湯啊 然後把它講到當作一種什麼 卡內雞 對卡內雞 這種跟自己的宣告啊 不是只是說我們去把一些經句背起來 然後一直反覆去想 然後一直push自己去做到 不是的 而是你接受耶穌對你的拯救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甚至不用求 因為上帝已經要給你了 你只需要接受 因為他已經做完了 對對他已經做完一切的工作了 所以如果你是剛信主的人 或是你第一次接觸到信仰 可能帶你去的 帶你去教會的基督主 或是你朋友會為你做一個所謂的 絕制禱告 那這個絕制禱告的目的就是 讓你知道耶穌是你的救主 然後你可以選擇 接受他成為你生命的救主 這就是你的生命要開始被拯救的開始 真的 因為當你在過去的生命裡面 我真的覺得很沒有出路耶 因為我面對別人對我的反應 我可能就只有這一條路 我就覺得我就是討厭他 我就只能壓抑自己 可是當我認識這個信仰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有另外一條路叫做 能夠被拯救 能夠被釋放 而且我就真的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再有受害者心態 而是我知道怎麼健康的看自己 看別人 看各種關係 我就覺得裡面有耶穌的心腸 就開始會感恩 而且也真的看見耶穌要救 就要救到底 這句話真的是太感人了 要救就要救到底 所以如果你現在覺得 你剛剛潛藏到耶穌對你的愛 可是你覺得還不夠 你不用擔心 上帝會救你就到底 真的 不見得是用你期待的方式 但是神就是會去調整你的生命 讓你看待事情的眼王不太 不再一樣 不只是如此 他也會讓你真實的經歷他對你的愛 這真的不是後懶的 不是只是說你看了很多片 我知道了我知道 是真實會有那樣的經歷 讓你在生命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確據 產生出這樣的信心 然後用這樣的信心 可以用愛的方式去活出來 好啦非常謝謝黑總今天的分享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很真實 很真實的經歷 而且 饒恕真的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也是很多人看重的事 很多現代的人都會到處去抓很多種 不一樣的關係啊 或是去抓不一樣的人 對他們的眼光 就是因為 某種程度上在關係裡面沒有得到滿足 沒有親密感 或是說甚至 這關係是沒有連結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聽到今天的分享 能夠開始去跟神禱告 你可以先跟神恢復關係 然後求主讓你有智慧 求主讓你有那樣的愛 可以去恢復你跟你重視的人的關係 包含你自己 真的 因為當你恢復關係以後 其實你就會知道各種關係 存在在你的生命當中都是有意義的 各種關係 就算你覺得是不好的是好的 都能夠因為在神的裡面有意義 因為耶穌愛你死 所以它要讓你成為愛的器皿 它要讓你的生命是充滿愛的 不是充滿那些小黑黑 那些負面的東西的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希望大家聽到這一集的分享 也可以把這一集的訊息 分享給你覺得你身邊需要的人 或者是你很希望跟他很好的人 希望這一集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回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Podcast 訂閱我們的節目 我們就要下回見囉 掰掰